我说因为你们的伴侣 其实真的是长期都见不到你 在你们成功的那一天 你来的时候是跟你分享 你自己的一种荣耀 那我说我希望你可以西班参加 所以终于有人看到 侯孝敬的太太长什么样子 所以很多人就真的带自己的伴侣来 那我觉得他们都是蛮开心的 当然这就是从我女人的角度 女人都会这样想的 那你觉得你现在对 爱情的看法跟以前会差别很大 十年前二十年前 会更怀念的那种人烧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说我也是老板之一 就去拍风节 那他要拍一个这样子的故事 大家就觉得 好好好 因为你只要碰到新浪潮 年轻的都会讲 说你要做什么 好好好 然后就去拍 据他那人跟我讲 他说其实他那个时候脾气很坏的原因 是因为他没有自信心 我说是吗 我也没有觉得你脾气很坏 他说他就带我忘了 没有很容易忘了 所以忘记了 那当时他的什么东西吸引你呢 你觉得他 我只能讲就是说 从一个浪漫的世界 走向了一个实在 真实的一个所谓的现实的世界 那两个关系 比如那也很有趣 比如说香港的新浪潮 这批徐安华 包括谭嘉明 这批人开始起来 台湾是侯孝贤 台湾起的比较厚 然后想想他们这批 台湾起的比较厚 80年代 因为我回去 从跟玄华他们合作完以后 我回到台湾 其实那时候新浪潮已经开始慢慢起来 侯孝贤 陈坤后 他们那批最先开始的 当他们开始 小屁的故事 刚刚开始起来的时候 我就做了一个电视节目 叫十一个女人 正好就是里面就是 我想就用了一本书 就十一个台湾的故事讲女人的 那我就用每个故事 来找了台湾所有独立的导演 所谓独立导演就是说 要不然他们以前是副导演 做了很久以前有副导演 很想做导演 可是没有机会 或者是拿过精髓奖 从外国回来的一些新导演 还没有什么机会的 那里面就包括 柯一正 杨德昌 好几个年轻的导演 都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开始拍十一个女人 那个时候真的是 是我们的全盛 最温暖 大结合的这个时期 大家都是真的是互相帮助 互相欣赏 一年多十年都常常在一起 然后慢慢大家再开始闹翻 这个黄金时代持续多久 大概 我想大概应该个两三年 多美好 太意思了 这很好玩 那可是我那个时候 我离开心意城的时候 我曾经讲过 自己讲过一句话 我说我很希望这份友情 可以一直延续下去 可是我会担忧 所以我想我担忧的事情还是发生的 刚才你说你特别 就是着迷那种身边 包括那种爱情的东西 彼此的情感的东西 这是这些情感中的哪些部分让你更为着迷 应该是温暖吧 温暖 是温暖 对 但以前会这么想吗 二十年前会是觉得是温暖吗 我年轻的时候 我自己知道自己心中有很多很多的感情 很想爆发 体内真气十足 我就往外面 是 我真的是这样子 可是我不太敢讲 因为我觉得人家会觉得我神经病 所以我 有谁有什么东西 我就很想帮他们 我就很想说 这个人好棒 好帮你 好帮你 就是有充满了觉得说 因为我很喜欢看到 有才能的人 有才能的人 能够把他的东西表达出来 我觉得那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所以我就一直对这一方面 我就觉得自己很喜欢做这样的事情 那慢慢慢慢的 我就发现有的时候自己会失望 就是发现人跟人之间的相处 并不只是一厢情愿 你知道 那人家有的时候会觉得 你这女人好情 那人太自作多情了吧 或者是 用完了也就算了 或者跟你翻脸了就不认了 就有很多东西会让你自己觉得 有点过不去 后来我就在二十多年前 我就开始转移做 就所谓的慈善工作 我就开始跟一个慈善团体出去到非洲 到各个的国家出去做这些慈善工作 所以我到现在还在做这些东西 我反而觉得这样做 我把那个释放出来很多 那我反而对帮助别人的东西呢 我就没有那么多的失望 释放给一个更抽象遥远的对象 而且我觉得那些东西是 是有得到一些他们该得到的帮助 那我并没有要求回馈 因为在那地方我并没有要求回馈 所以以前可能就是因为 那时候会觉得 hurtful吗 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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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会的 一定会的 那现在我就不太会觉得 hurtful 因为我释放了 所以whatever 我现在决定我要去帮助的 我觉得我就是帮助 我没有在想别的 或者我会先讲好 比如我就跟碧干讲 我说碧干 我是来帮你 不是 我不要讲帮你 我说我答应来拍这个戏 我说可是你不准把我的戏剪掉 然后当时我不会把那些戏剪掉 那我不知道会不会剪 那时候年轻的时候 那么多的能量 怎么是不是也特别容易陷入爱情 你是很容易陷入爱情的吧 也不是那么容易了 你不要讲的话 我好像很没选择的样子 那这是能力啊 陷入爱情是个巨大的能力啊 而且是一种特别大的勇敢和能力 那勇气我当然十足了 就是我常常都讲自己 常常一身的伤 然后又出去 那当然是有了 特别了不起 特别了不起 我真是觉得特别了不起 自己也没想那么多了 就是该付出的时候就付出吧 包括还有哪些题材 你是特别想处理 然后还没有事了 然后但是很吸引你的 我一直很喜欢写喜剧 而且年轻时候演了很多呀 对对 所以我写那个东西就是非常的快乐 那我觉得那种快乐 带给我自己很多的能量 可是我现在要写的自己的一个剧本 完全不思考 我在写《空军》 那是跟那个情节有关系吗 是跟我父亲有关系 我父亲那个年代 年代的人有关系 我觉得好几个人跟我说 这是二十世纪中最帅气的一代人 最吸引的部分是什么呢 除了加拿来的原因 是他们的就是夭折的青春 未遂的抱负 还是是什么样的 其实有点悲剧性的 他们那个群体 是非常非常悲剧性 对他们最优秀的一群人才 但是没有展现 我觉得最吸引我的是我一个问题 值得吗 是一个问题 我一直在问这个问题 我到现在我也没有什么答案 我们大家都在问这个问题 就是说这一腔热血 是为了什么 我们也没有说在 我们不是在批判什么 只是问说 有一天我们大家坐在里面讲说 我们二十多岁怎么样 他二十多岁怎么样 有几个孩子 我妈突然讲一句话 我二十多岁已经做寡妇了 大家一下子全部都无语 当然他讲得很轻妙淡写 就很那种 是 那他当然过了那么多年 他这样讲得很轻妙 可是你想想看 真的是很sad 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 而且你真的想想 他们真正跟 你就算好你二十岁嫁给这个人 你可能二十五岁二十六岁 你就是寡妇了 那这个五年当中 他常常都是在外面飞的 所以他们真正在一起的时间 只有五六年而已 有的人就一辈子熟 那有的人当然是再婚 可是他们的爱情 就是这么短暂 就这么短 现在不好 现在没事 没有了吧 那时候我可以想象吗 而且很多自我挣扎的人 自我挣扎的还没有 非常远点 可是 可是他 谢谢啊 我觉得他的内心 跟他的外在 有的时候是两回事 现在他的内心 跟他的外在 可能结合了 对 这听起来讲 都不像夸人 好恶毒的 没有 那你说的 我不知道 他都是又骂我 no comment 没有 因为他自己是往这条路走 对 所以并不是我说他 对 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天才的 天分的人 那那时候你的内心 和你的外在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我的内心跟我的外在 一直很有冲突 就没变过 或者说冲突什么时候最猛烈呢 最波涛汹涌 会不会觉得自己青年时代 是一个成长 高速膨胀的时候 是一个高度浓缩的时候 速度 我还好 嗯 你不觉得 我并没有很急 我没有说我很急的要成名 或者我很急的 我都没有 我都让它自然发声 比如说 你看你小时候听 Johnny Michelle Bob Dylan这些 你自己有没有成为一个这样 Iconic figure 这样的一个愿望呢 没有呀 真的没有吗 真的没有 所以我觉得很好 就蛮好奇 比如说你出道 从演戏到做各种事情唱歌 但是比如在演戏里面 可能像林青霞 他们好像就更像一个icon 唱歌或许叶切文 他们更像一个icon 对 你跟他们每一代人都在一起 但是只有你在一直 一直往下走下去 然后他们可能就停在 某个icon的 但是这个东西好像是个双刃节 icon又非常有吸引力 它会定在那个地方 但同时它的 又方案来可能新的东西 就这个东西对你来说 纠结过吗 或者想过吗 比如说以前我看到青霞 就会说 哇 青霞 明显 因为我老觉得自己像个工作人员 就是你也不期待那样的东西 我没有期不期待 我就觉得很自然 这个是怎么来的呢 为什么会这样的 因为你确实是很早就是明星那个行列 或者说就在每个里面唱歌也好 都是可能会推到那个位置了 或者说什么阀碍它呢 或许我真的是喜欢幕后多过目前的感觉 那个对我的就是吸引力 那个长期的吸引力是多过于目前 但是没有那种更强烈的 或者某种偏执的愿望 我一定要唱成那样 detract或者是什么样的这种冲动 不是冲动 是你要知道你自己能不能唱什么样子 我想变成淋一连也变不成 所以这个还是要 就很早意识到自己的某种局限性 就知道自己 你说比如说我唱爱的代价 我也没有觉得它会变成一个多了不起的hits 然后大家说好喜欢爱的 然后现在是每到一到卡拉OK 我就说你不要再叫我唱爱的代价 就是你会觉得说 哇那个东西就背了一辈子 我就说背了 特别怕自己被定格在什么东西上 我蛮不想局限的 包括做像做金马奖这样的事情 事物性的事情 你想传达在里面什么东西呢 其实金马奖我都觉得好笑 因为他们打电话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就是每次就是侯孝贤 接下来就是我 我是接棒了 以前台北电影节他离开了 就是张艾佳我就去接棒了 然后金马奖他要离开了 张艾佳我就接棒了 就是每天我就在那边 你说这个侯孝贤传到张艾佳 有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这代人在舞台上时间太长了 不会 你也就是我该想吓台湾的 因为这代台湾人就成特别厉害的文化英雄 他们很长时段活跃在这个舞台上 还是那批话剧导演 还是那批唱歌的 就被经典化 下面反而好像缺乏这样的机会 就这样的这种东西 不会吧 就是说被经典化的机会不太可能了吗 是吗 你觉得吗 我觉得还是会 慢慢都有一定会有些人还是会被经典化的 慢慢的这些人 如果他们自己的这种 或者说正好是那个时候的文化创造力特别的 特别强 对比如说这种整体感集体感的这种亮相的方式 好现在 bird没出来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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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我看那些反应 你说去美国读书 但你从来没过具体的时候 在纽约什么地方 在什么 我就住在Riverdale Riverdale 其实那段日子 就是一个从一个 这种很传统的家庭成长出来 然后突然间就 就什么都破开了 然后就是你去看吧 你去认识吧 那时候 这是六几年 那就是六 我六九年 回来 对 我应该是六九年 六六年到六九年 那这是美国最热闹的时候 他能到Central Park去 Flower Power 我在Riverdale 还有这个遗风的 年轻人是可以这样改变世界的 嗯嗯 很神的 你说 可是我真的认为 现在的年轻人改变世界 已经变成口套了 是啊是啊 这是slogan的 对对对是 对很可惜的事情 嗯 为什么没有继续戴下去 嗯 因为 交太多男朋友 穿你mini skirt 穿你上 妈妈太甘心了 威胁我说 你再这样走 我就送你回台湾 我应该你送回台湾 有点玩的 哈哈哈哈 那个人在台北那个小太妹啊 嗯 对那种经历 对你有什么印象 对 也是杨德昌拍那个 故里面的那种感觉 嗯当然有了 那我后来再回到台湾的时候 就是生活在那个环境这样 头发很长 然后手上戴十个戒指 嗯 完全就hippies 就是完全hippies的那种 Live 就那个firstgump里面 那个Jane那个样 哈哈哈哈 然后突然间 我又把头发 就给你剪达很短很短 然后穿个木板拖鞋 这样子走来走去 可是 那你同学开心吗 那你来这么就怪了 有啊 喜欢啊 他们都很喜欢我 Fresh Air Fresh Air 哈哈哈哈 你想过吗 如果艺术在美国会变什么样的 嗯 我有想过 嗯 我觉得我一定是一个hippies 嗯 会很长段时间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因为你都太尴尬了 你不可能像在台湾那样 一下子就出来 就 嗯 就被recognize 嗯 我说你吃吧 你吃饭的 我来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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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这些是哪个啊 哪一双 那一双 Chuck Taylor 是哪一双的 就是那个双经典的 这双是Jack Gassel 后面一个 这个 然后这个 后面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最老的那个 对很老的那个 今年是我最后年做主席 所以Converse 特别做了200双 为金马奖做的鞋子 是送给所有被提名的人 因为今年是金马奖54年 所以我就写了金马54 然后呢 在我们的鞋的back上面 要我写两句话 我就写了 我才不过是64 跑起来路人长 求姐人生困惑 我那天都前两天 重新看了少女小雨 我觉得真好 但我也不知道 我这么说可能不礼貌 我真是觉得是你最好的电影 是吧 你也觉得呢 是其中一部 是我自己会喜欢的其中之一 比如说里面的人物 都卡在两种文化之间 卡在某种边缘 当时这种 struggle 是特别吸引你的 其实当最初的时候 我是被指派来做这个事情 本来是李安的project 结果李安自己太忙了 我觉得我最后非常进入少女小雨的原因是 我到了纽约以后 我发觉我是蛮无助的 那个时候是李安的 他的那个producer James Seamus 那是在帮我修改 因为我有一大半是英文的 结果他写完以后 第一个我有点傻掉 因为他写的全部是那个男的 没有小雨 我说这不对 我说这个是小雨 他讲一句话 我觉得很root 他说 我根本不明白 这个女人除了每天到工厂去 然后回来等她男人回来上床以外 她还能干什么 后来我就突然就明白 就是说 以一个外国男人 一个外国的 她没有一个同情心 对于一个像这样子的 犯罪的一个女人 那我就问她 我说你觉得她除了 她除了去工厂跟回家等男人的话 她还可以干什么 你知道 我们俩 我记得在一个餐厅里 她大骂我 然后 我突然就觉得 我自己是双云相约 你知道我那个心情 后来我就讲 我就跟李安讲 我说李安我这样好了 我说 她帮我写那个男人 女人我自己写 所以每一天晚上回来 我的心情都蛮有少女小业的心情 就是我知道 在一个这么大的环境当中 我不觉得只是一个 illegal一个人 是一种无助的 那种心情 就是你要去跟一个 你完全全新的一个环境 你要去生存 这种无助 我不是 就是因为之前你在台湾电影工业 香港工业 然后突然变得纽约这么一个东西 对你来说除了那种无助 还有什么一种新的 不好意思 这要杯 也是咖啡 你要吗 张小姐 我等一下好了 我每次喝太多会心跳 不用了不用了 为什么七三年去香港 还是当时香港好 是台湾的唯一的出路吧 因为自己控制的很多 所以香港会成一个 我也没有 也不是是吗 像我做事情 我并不会说 嗯 我有很计划性 说我要怎么弄 我 其实我计划性还蛮少的 嗯 年纪大了 反正计划性多了一点点 很好 找人家转过来的 嗯 我因为是接了个电话 请我去演 自家拍档 嗯 演一个我从来没有演过的角色 嗯 我只要我没有做过的事情 都会很吸引你 嗯 所以他们一叫我 我就把他说 这个控制不住的好奇心 其实就是发现自己 有的时候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反而变得很多东西 不够精 可是呢 也有好处就是 因为好奇心那么多的时候 它很多东西都有点关系 对的 跟他一起关系 嗯 然后我就傻不冷的去演了 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就演了 然后他也把我介绍给家河 介绍给罗维跟周恩华 他们就过来跟我见了一次面 就决定把我签了 因为家河那是大公司嘛 那一天有李晓龙就去了 成龙那时候也去了 我还没去了 成龙还没有 嗯 成龙还没有 那时候对布斯利什么感觉 崇拜啊 是吧 就是你叔叔讲的一个故事 嗯 他在洛杉矶替朋友卖花店卖花 突然有一天来了一个年轻人 然后买了一堆玫瑰花 然后跟你叔叔就跟着 你记着我的样子 记着我的样子 说有一天我会怎样的 他说你说的神秘命吧 过的时间看电视 这不是武打片吗 那时候的武侠最流行的时候 其实我在佳河拍的三部戏都是武打片 可是最大的问题就是 武打片我若不打的话 那我干嘛呢 那我就是那个最没有用的东西 还不是个人 是个东西 其实我是会打的 我以前学过跆拳道的 真的 所以你看最佳拍档里面的打 都是我自己打 我没有用替身 这是你自己打的 而且我受了好几次伤 可是因为当他觉得我的样子 好像不会打的感觉 就没有让我打 没有一张会打的脸 当然就对 对对对对 然后四肢又很短 所以心情上就很 对我这种个性的人是很 尚自尊的 倒不是自尊 是我觉得我浪费我的时间 我在那里 我前五年 我真的不晓得我在干什么 不晓得应该往哪个方向 然后再加上又是一个 就是太喜欢谈恋爱了 公司不太愿意让我们 让我们女明星谈恋爱 你知道 所以就说你好像不太听话 所以这是你这样的 profession 嗯 爱情是非常重要的 那可是我在那个时间 因为谈恋爱而认识了很多 在配音间的一些老师们 都是电影圈的最厉害的一些 硬底子演员 嗯 所以你就看到无数无数的片子 嗯 像一个电影资料馆 人家跟你说 嗯 所以那里我真的学了很多东西 非常的多 嗯 我觉得这真的是有的时候想想的是 老天爷安排的 嗯 因为我没有上学 我没有去到学校里学 嗯 所以就给我这些课程去学 那你当时看到哪些电影 你觉得啊 真的给你一个刹客 嗯 嗯 嗯 我应该这样讲说 因为我在美国的时间 有那么近 嗯 在那段时间当中 嗯 嗯 我一定受到美国的文化 有影响万大 嗯 尤其在我早期 做这个行业 嗯 我就认为电影就是娱乐 嗯 所以不管我唱歌也好 嗯 演戏也好 或者是开始拍电影 写剧本也好 嗯 我的whole purpose 嗯 都是受了这些的影响 就是往所谓的娱乐的方向走 嗯 是为了大众服务 嗯 那就跟商业比较结合 嗯 可是慢慢慢慢 当我接触到不同类型的电影 嗯 你就开始比较会了解到 它还有其他的 嗯 的功效 嗯 那当然到了年纪越大 就自己的自我的 嗯 不要讲风格了 就自我的个性越来越强了 嗯 就往这个方面来 嗯 比如说上海这个导演 中国早期电影这批人 一批人去了台湾 一批人去了香港 嗯 嗯 你觉得这种两个不同的地方 对他们的风格的影响大吗 你晓得当初这些导演到了台湾以后 他们并没有一个所谓的一个大公公司 嗯 所以他们必须还是要跟市场 市场 或者是跟观众 跟跟所有的文学界 嗯 做一个沟通 所以那个他们的东西还是比较文艺的 对 他们是跟生活 跟生活 跟文艺 跟现 跟他们当代 是要有一个 一个 回应的 而且他们都非常的 挺理想主义的 那个时候多数导演都非常理想主义 嗯 对 我还蛮受他们的影响 还是蛮理想主义的 我还是蛮理想主义的 你当然了 哦 反而是 去了香港这批导演 他们的世界就属于大公司了 所以他们走的都是做一个surf 精神上的服务 嗯 娱乐上的服务 对这挺有意思的 嗯 因为80年代的香港电影业 特别蓬勃嘛 然后商业电影 他们那时候 也演了很多东西嘛 你拍那些商业电影的时候 还是都很卖座的嘛 那些 就那些 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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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